众所周知,岳云鹏一直以来都是郭德纲的得意门生,而二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关系也受到了诸多看客的关注。 这部,知乎上甚至还有人提问,但在今晚的周六夜现场中,小剑却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,小月月哭着向郭德纲咬得云射一个,但郭德纲却一心只想捧儿子郭麒麟。 节目中,小月月灌口车祸现场,身为师傅的郭德纲,不安慰反实力嘲笑业务能力不行,甚至在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不忘补刀,你这个灌口还要再来一遍,真的,你其他都很好,就是嘴笨的点。 而面对师傅的看清,小月月倒是用口不实力证明了一波自己,万万没想到,师傅是这样回应的,我没想到我这么年轻,也能看到你成功的时候,还有什么比师傅当场差还更伤心的呢? 与此同时,郭德纲又力捧郭麒麟,用小月月的话来说就是,说到郭麒麟我就火了,郭麒麟有才华吗? 他那是湛光,关了喜剧人他报名了吧,后几期七七有他,我的天哪,这样看来,两人的一哥之争,也并非是空穴来风,不过回想起节目开始时,小月月对师傅郭德纲的吐槽,问得哼,小月月,差点被也骗过去了,哪来的一哥之争,这师傅俩分分钟相互吐槽,相爱相杀的节奏,这要不是师傅行杠杠的哪敢这样说话? 这样看来,这期节目郭德纲和小月月也是喝出去了,为了更好的诠释作品,在深度中注入笑点,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加以思考,不惜借德云社一个之争的敏感话题来自黑,这部,在师徒合作的作品中,小月月更是三句话不离德云社一个,我对德云社是有突出贡献的,你看我,我为师傅您,打过掌,付过伤,赚过钱,挡过枪, 哪怕师兄都走光,我还依然挺您郭德纲,我人生就三个梦想,说像是当荒诚,做德云一哥,现在前两条都实现了,只差第三条,只差第三条不得不佩服小月月的好口才,这顺口流说的,郭德纲也是被闹得心烦了, 你怎么又提着条,你死之前一定会实现,你再等一周,饶食小月月好话歹话说尽,郭德纲愣是不松口,只用考虑考虑,德云社是不会忘了你的来搪塞过去,于是乎,在接下来师徒合作的环节中,小月月没忍住爆发了,故事架空在所谓的大魏桃,郭德纲和小月月一个扮演皇上, 一个扮演皇上身边的大太监,嗯,不瞒大家所说,皇上是小月月,大太监是郭德纲,情不惊喜,意不意外,故事刚开篇,大将军得胜归来,只待皇上论功行赏,而小月月扮演的皇上,则是个任性的主,看来张将军也是一员得力干将啊,将军如此人才,朕当然要赏,朕现在封镇边大将军为太子,朕为东宫,这不,皇上有资本任性, 但大臣们的拦着押,于是,又大臣出头了,皇上,万万不可,将军不能当太子,因为他不是您亲儿子,一旁的大太监郭德纲也插了一句,太子的位置,还是要还给亲儿子,就连一旁的导演都来呼应,风大将军为太子不符合历史,这小月月听了,自然就火大了,一句话直接给队回去,你拍电视剧还讲历史,感受一下小月月的嫌弃亲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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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戏里戏外的,糟心不糟心,直接开启发飙模式,这都什么时候了,还搞老子儿子那一套,时代正在发展,社会正在进步,当我们德云社,大魏国无心口误最为致命,是个家族企业吗? 错,大魏国是属于全体德云社演员的,张将军对我们大魏国是有过突出贡献的,他打过仗,付过商,赚过钱,挡过枪,哪怕大臣都走光,他,那些皇子呢,除了有点血缘关系,还没有亲自鉴定过,除了这以外,还有什么? 对此,小剑不得不感叹一句,小月月这台词串的,可以说是偏优秀了,为了确保戏能够正常拍摄下去,小月月的情绪自然还是要安抚的,于是后,其他人等达成共识,这太子之位,皇上要赏给大将军就赏吧,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,我们要尊重知名演员的现场发挥, 嗯哼,小剑怎么觉得这句话十分契合当下某圈乱象呢?考事情考事情,回归正题,这一段看下来表示小剑是真没忍住笑场的,但笑过之后细细回忆一番,又觉得有点心凉,小月月在表演中所控诉的,不就是现如今的某些社会乱象呢? 关系户,家族企业,走后门,帮亲不帮弟,假如一切都有后门可以走,那么所有想凭自己的努力与实力取得成功的人,不就成了个笑话吗? 在小剑看来,一档优质的综艺,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令人发笑的层面上,他必须要赋予一定的重量,承担起应有的担当,而在周六夜现场中,小剑感受到了这份重量与担当,这句情和台词的设置确实是走心了, 借股是乃至今日德云社的一哥之争,讽刺今时今日仍存在的社会疲弊,让大家在校中有所思考,在欢乐中有所体悟,事实上,不瞒大家所说,当初周六夜现场开播时,小剑其实并不看好,原因无他,在小剑的理性分析下,周六夜现场在中国是很难赢得受众,获得市场认可的,一方面,它是中国版的SAL可得注意在前的情形下, 观众势必会带着更严苛的眼光来审视这当节目,所以,这条路走起来势必很难,另一方面,它虽然引进了SAL一项一尺度大,而文明,用恶搞的小品来针边实施,政治话题没少触及,而这,在中国,似乎更是行不通的,万万没想到的是,周六夜现场上线一天播放量变破亿, 另外,截止到目前,播放量已破三亿,而这,大概和它自身在常识过程中,做出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,就拿小剑看到的部分来说,它集合了国情与寿重的需要,删去了Basanao中对政治的犀利讽刺的部分, 但与此同时也注入了更多的热点,与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,而这,或许便是它能在中国的土壤上,生根发芽,并茁壮成长的原因吧,当然,这期节目看下来,小剑发现小月月和郭德纲之间的师徒关系,还真是没得说,就像是朋友一样,玩得好的总是互损得最惨的,在他俩身上,我也看到了这种赤裸裸地互相伤害,师傅你有打火机吗? 没有,来的时候过安检被留下来了,您没有打火机,是怎样燃爆全场的呢?这么好的包袱,你是怎么有脸说出来的?如果德纲社某一天没了,咱俩干什么?你放心你没了德纲社也会在的。嗯,这一定是亲师傅,检来的哪敢这么说话?当然,抛开师徒情不谈,小月月和郭麒麟之间的一哥之争,想来也是不存在的,毕竟,你们忘了吗? 小月月可是公认的德纹一姐呀,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劳劳到这了,时不相远,这周周六夜现场,看得还不过瘾,小剑已经准备好下周的小板凳了,下周六晚六点,这优酷不见不散呢?